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还是要到领主的法庭上去由领主进行裁决 领主不在的时候就由领主的管家进行裁判 一般来说在一个村庄上的农民分成三部分 一个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一个是租电农民 还有一个就是自由农民 他们身上各自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从庄园制度向租电制度转化里面的第三点 就是增进了市场对农产品的调节的作用 过去的农业生产 以庄园组和庄园成员之间进行生产 那么生产出来的是自给自主的自己的消费 那么现场农业生产是随着双品流动大潮流动 市场要什么东西我就生产什么东西 根据市场机制 根据各种产品的价格不同而进行生产 这样就把一个小地方的农业生产 投入到整个经济双业双品的运作机制里去了 第四个情况 就是农民获得了像城市移民的自由 农业的人口就开始急剧地涌向城市 这意味着农村已经出现了剩余劳动 剩余的劳动力 在庄严制度下 虽然你很限制农民 不准他们流动 农民还是要逃 现在反而开放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剩余劳动呢 主要就是农田经过改造了 工具进步了 那个土地呢不要有很多人来跟踪了 那么这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五个情况 就是人民开始逐渐摆脱民主保护的传统 转向于国家的法律 国家的政府来开始保护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层民这样一种关系被明确了 也就是说农民由于他们的农路身份被取消 他们渐渐变成了国家的人民 国家的公民 同时地主的利益也得到照顾 因为只有有财产的人 才拥有完全的选举权 因为选举在很多国家里 是根据你有多少财产来决定的 那么刚才我们的说 庄园制度的瓦解带来的好的地方 但那个庄园制度的瓦解呢 也带来某些消极的后果 其中的一个坏的后果呢 就是加剧了农民之间的分化 本来那个农民呢是不分化的 他们比较团结 现在农民呢也进行 之间内部之间分化了 刚才我们就说里面有三种人 自由农民啊 住地农民啊 被解放了农奴啊 等等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它就削弱了 一个农民作为一个团结的力量 这样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就是农民的分地变得不稳定了 尤其在人口增加 土地短缺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那个农民的分地 经常被地主没收来没收去 或者你一个农民死了以后 那么你要重新承租 它的后代要重新承租这块土地 那么地主呢就不批准 或者地主提出要加税 增加付税等等 这样一来呢 又增加了 从领主直向地主的转换呢 又增进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但这种矛盾呢 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经济性的矛盾 那么这就为农民的进一步的 进行新的那个农民起义呢 拦下了伏笔 那么还有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呢 就是领主向地主的转换 农主向农民的转换 就使得出现了一个什么 农民向国家管理下的 人民的转换 也就是使得农民进一步向国家靠拢 国家向农民靠农 对农民是有代价的 就是农民要向政府交税 过去农农的只要向领主交税 现在农民头上有两个领主 一个要向地主交税 一个要向国家交税 这一点来说呢 虽然农业生产力是提高了 农产品增加了 但是呢 农民头上的压迫也增加了 那么这样呢 就为那个农民 地主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及他们之间的剧烈冲突 拦下了伏笔 说黑死兵的打击以后呢 就引起了欧洲的农业危机 造成人口减少 劳动力价格上涨 土地抛放严重 农民逃离土地 那么为止农民和土地相结合 那么农主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 便庄园之为租电子 用低廉的固定地主的办法 来吸引农民 这种说法呢 西部人叙述的一个过程是不错的 但是他说地主牺牲自己的利益 这句话未必正确 因为实际上通过农民租电子呢 使得农民和土地结合的稳定性增加 提高劳动效益 这不仅是农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其实对于领主来说 也是增加了收入 所以我们对西方人所说的那个故事 不十分可信 表示不幸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第五个问题 就是乡村改革 欧洲近代化起点的第五个问题 叫做小农所有制 租电子啊 自由农民啊 还有被解放的农奴啊 这个都是用一个名词 都可以把它们盖过出来 这个名字叫做小农 也就是小农所有制呢 它在英国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都有所出现 但是呢 那种小农所有制的方式呢 却并非是完全一样的 比方这些国家的地区的法律呢 允许农民来分割土地的 但实际上农民还是受到限制的 除英国以外啊 地主对新的垫付 往往通常做法就是 对新的垫付要提高地主 所以我们说啊 那个地主是一层不变 这个说法呢 也是不对的 地主是变的 但是在你契约限定的条件下 它没法增加地主 但是假如你的土地 进行新的租电的时候 它就要增加地主 那么到了15世纪的中叶啊 在法国 德国 西部 还有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 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或者占有权 它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原因就是政府可以收税 刚才我们就说了 过去农民只有一个领主 现在农民要向国家交税 那么国家当然也要在法律上保护他们 法国国王和德国意大利的诸侯 他就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目的就是增加政府的税收 这样一来呢 在政府和地方领主之间呢 或者政府和地主之间呢 就存在一个为了争夺租税 而引起的矛盾 政府要用辅税来干什么呢 用来维持日历膨胀的行政开支 和常备军的开支 军费开支 法国的中央政府和德国的 祖后领地政府 他们呢就进行干涉 使得地主不能随意增加地主 这个解释呢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我们认为那个地主啊 不能随意增加地主 目的呢是对农民进行乱布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领主不能增加地主的原因 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是政府不能乱领主收很高的租税 假如地主收了很高的地主以后呢 农民就没有钱了 农民假如没有钱了 那么政府就收不到税了 所以应该说呢 那个政府的干涉 目的是从领主手里 那个分夺一部分的地主 作为租税 那么在这样政府的压迫下呢 那个地方领主自然也有办法 他们用什么办法呢 就是用强化封建义务 和领主权的 来征收额外地主 地主自然不能随意增加 但是可以想个办法来搞额外地主 还强迫农民呢 使用领主的魔方 要让农民呢 到领主的酒坊中去抓酒 有些领主还功能要求农民付劳役 这样一来呢 在转型时期的农民呢 实际上是受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领主 双重剥剥削 那么 那个在英国呢 税收的问题呢 受到国会的约束 英国没有制定出 严格限制贵族剥削的条款 不过英国自己是工商业 和一个市场机制 相对比较完善的地方 16世纪的贵族呢 就可以自己经营土地 也可以大规模的出租土地 在租地的年限上限制比较小 所以短期的地租 短期的那个土地的出租契约呢 在英国比较流行 短期有什么好处呢 短期就可以不断地变更 那个租地的农民 这样可以提高地租 那么这种小农所有制啊 或者小土地所有制啊 它能够导致一个情况 就是对农业的投资的增加 这种情况特别发展在英国 英国的农民因为 交纳租税相对轻一点 所以英国的农民 自己就有能力 对土地进行一定的投资 而德国 法国的农民 相对英国的农民来说 要穷一点 因此因为呢 他们要向政府纳税 那么地主额虽然比较固定 但是领主呢 常常利用领主权 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使得德国 法国的农民 相对比较贫困 那么除了那个农民的土地投资外呢 你还要看贵族 愿意不愿意对农业进行投资 由于传统的原因 欧洲贵族大多数是认为 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的事情呢 是有失身份的 所以贵族呢 一般不对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投资 贵族的资本虽然在农村呢 是有所滞留的 但并不像农业投资 因为农业生产是由农民来完成的 所以贵族呢 不愿意在农业上花一分钱 但是农民对土地的投资总是有限的 因为他们受剥削严重 没有余力来改造农业 在欠收之年啊 农民甚至要借高利贷来交租税 只有英国的贵族 没有职业上的限制 没有觉得干哪一行 就是落后了 就是失身份了 这时英国呢 出现一个愿意向农业投资的 叫做乡胜的阶层 我们很明白就是英国有英国乡胜 但是我没听过德国法国出现乡胜阶层 主要呢 就英国出现了一个 以地主为主要成分的乡胜的阶层 乡胜虽然是地主 但是他们愿意向农业投资 如果他们自己经营地产 他们更乐意这样做 乡胜甚至还对工商业经营投资 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英国 地主手中的资本是不是停在哪里的 不是停滞的 而是进入市场流通 一些双人也对农业经营投资 而一些农民和乡胜也对工商业经营投资 资本周转和社会流动 在英国都比较发达 所以英国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得比较快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的英国 后来发展得比较成功 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爆发在英国 第一次政治革命也爆发在英国 这就说明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快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英国的农民生活比较好 有力量进行投资 还有就是英国出现的一个地主的新阶层 叫做乡胜 他们不仅对农业进行投资 还对工商业进行投资 第三 英国很早就开始了双品经济 市场经济 使得一切生产物都在市场之中 进行流转 这样一来当然英国的经济就搞活了 所以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之间 英国是最充分的发展了农业 结果导致了农村的发展 所以有人写书 有人说英国的农村的发展 导致了现代化的第一块基石 但这种情况以英国来说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你不能说这种情况就在欧洲是普遍的 不能说德国也是这样 不能说法国也是这样 英国的情况确实有它的特殊性 那么租电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促进了农民的两极分化 因为生产效率是提高了 土地只需要部分的农民来耕种 不再需要所有的农民来耕种 那么农民分化就被分为分化成两部分人 一个是有土地的农民 一个是无土地的农民 在有土地的农民里面 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人 一个是自己拥有土地的叫自由农民 一个土地是租来的叫做租电农民 那么大批的无地农民呢 后来就成为故宫 或者沦落到城市里 成为城市中的廉价的劳动力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 就是说假如农民是农奴的话 他就牢牢地被邻住控制 他不可能到城市里去 当然有些农奴也逃到城市里去 但是一般来说这不是普遍现象 也就是城市得不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补充 但在自由农民的基础上 一个是劳动力状况提高 一个又出现了很多分化 结果出现了很多无地农民 那么他们怎么生存呢 他们就往城市里去了 所以正有促进了城市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还促进了都市化的发展 那么从土地占有的情况来看 有两种估算的方法 一个是按照农田的总占有量来看 二是从各个阶层所拥有的土地的份额来看 我们从总的土地的总占有量来看 土地主要是掌握在农民的手里 在法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农民手里 在德国有一个城市叫布鲁瑞克 土地贵族占有的土地有8% 农民占有的土地有67.5% 虽然农民主要拥有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也就是他们的土地是住来的 那么在另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洛克凡尔 1663年有一个统计 说圣旅占有土地的1% 有产者 资产者占有土地的19% 贵族占有了土地的23% 农民占有了土地的57% 所以我们从总量来看 那个自由农民 租地农民 他们已经占有了土地的50%到60% 再从各阶层对土地占有的份额来看 贵族平均所占的土地 却仍然要超过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 你比如说有个城市刚才说的 叫做洛克凡尔 那那个城市呢 土地占有者是9个贵族 12个资产者和150个农民 那么贵族平均占有的土地面积 是农民平均占有土地面积的15倍 你就想一个贵族和一个农民比 那土地平均来算 那就占有土地的15倍 而资产者就是有钱的那些 有产者他是农民的3倍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虽然通过租地的形式啊 各种方式啊 土地占有在农民手里 这只能说增加了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结合的稳定性 但是呢 贵族啊 资产者啊 他们仍然拥有着很多的 那个土地的占有力 那么对于小农来说呢 他们的生活冷难是艰苦的 因为牢与地住 牢与制度在一些地方冷难保留着 地株呢 呈上涨的趋势 它在怎么上涨呢 各地呢因不同的领主 和各地的不同的习惯而不同 那么除了这些小农之外呢 没有土地的 或者有很有土地的农民 它就组成了一较故宫的阶层 现在呢 农民的富裕程度 往往不是侍其什么身份 是农民还是自由民 而是看他有多少土地 同时国家和地区之间 也具有差别 有些农民是通过几代的积累 居然可以拥有一百阴谋的土地 而有的地方呢 农民因土地不足 而使他们生活 现在艰难困苦之中 在法国北部有个地方呢 叫贝奥瓦赛 在14世纪有一个村 这个村里有一百富人家 其中只有两富是富农 五到六富是上中农 二十富是中农 还有很大部分是无地农民 那么这个就看到了农民之间出现分化 那么以占有五海他土地的中农为例 就是他的土地不大中农 他向国王交纳的收成 交纳多少呢 要交纳收成的百分之二十 这是向政府交纳的 然后还要交十一岁向教会交的 占到他收成的百分之八 还要交其他的税为百分之四 你看他向那个政府 像教会和其他的税 已经占据了他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二了 还有百分之二十是作为总值的费用 那么剩下只有百分之四十多了 那么百分之四十多呢 还要支付地住 还要支付向地主交纳地住 因为地住呢 是根据土地和地域的类型来决定的 那么在这只是正常的时候 还没报过债务 如果在不是丰盛而是欠收的时候呢 情况就更糟了 在德国的巴伐利亚 一个农民在每十二十年至二十五年 集齐的现金呢 他只值他租来的那块农田的价格的百分之十 至百分之二十 就是他一个农民要积累二十五年 得到的钱只值他租来这块地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有的学者就相信 有的农民确实过上了好日子 特别在农产品价格高的时候 这就开始了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过程 但是呢 在十五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后期 农民之间的分化的曲势是在扩大 而不是在缩小 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呢 就是过去农民只要向领主交税 现在农民要向政府交税 还要向教会交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个剥削额是很高的